全球舆论大动态 精彩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邱仁海 哎呀 我终于回来了啊 大家有没有想我啊 我走了四个多月了 将近五月 这五个多月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不我一回来 马上有很多事告诉大家啊 前几天美国人很坏啊 这个美国人 这个一方面呢 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跑往台湾走了 然后一方面呢 又派了John Kerry 这个美国的什么七国大使到上海 然后最近昨天中美之间签了一个所谓的戏后的一个双边的一个协定 一会儿马上告诉你 同时呢 日本菅义委访问 访问这个白宫啊 最近可能也 这几天可能也回到了 回到了这个东京 这几天正在忙着调时差呢 这个时差调完 恐怕会有很多事情告诉大家 好 我们先看看 国际俱交 好 大全世界风风雨雨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这个先看看国际俱交 先看看香港文汇报和香港经济报报的说 首先是说就是那边嘛 刚才说那个John Kerry 美国前前国务卿啊 这个当时也是2004年跟那个小布什一起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的 然后现在是被拜登任命为叫什么Climate Envoy啊 就是说这个气候大使 在上海咱们亮了他几天 这个昨天这个签了中美的联合声明 按照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 中美的联合声明合作应对气候危机 现在美国人呢 他是这样的 这个按照拜登政府的内部的说法 他只在一个领域里面跟中国有合作 大家知道啊 以前奥巴马什么小布什时代都不一样 朝核问题啊 全球治理啊 经济啊 当时还做G2啊 当时气候变化只是 气候变化问题上 其实只是 现在美国人认为 这个气候变化是唯一的能够跟中国合作领域啊 这个我一会儿有时间再跟大家讲 好了 先看看这个 咱们的外交部的副部长乐玉成 这个昨天接受美国记者的专访啊 谈中美竞争 乐玉成说 应该是你罪我敢 不是你死我活 这个非常好 现在其实拜登他内部也讲 他说这个又是 competition 又是竞争 又是confrontation 又是对抗 又是corporation 又是合作 我把它称为叫三十一战略 美国对华有三十一战略 那现在呢 乐玉成说这个时候是中国 中美罕见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示范 好 同时我们再看看那边一下 看看那个 菅义伟 我说菅义伟老人家 两个都是老人家 一个是菅义伟七十多岁了 另外一个拜登比他年纪还大 这年头怎么都是老人家的年头啊 这没法弄了 一个国家领导人 年纪太大 肯定不好七到八十的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拜登 你看 哇 拜登兄弟车里口罩都不戴啊 这个菅义伟呢 还老老实实戴着口罩 按照日本的媒体报道说 聚焦日本在美中对立 夹缝当中面临抉择 最近不是说这个美日声明吗 世界日报是说 有必要与中国展开合作 但其实呢 是美日峰会声明 五十五十多年以来首次提到台湾 那个当时还是一九六九年的时候 当时尼克松 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 和日本当时的总理首相佐藤 一九六九年提出 他说台湾海峡的安全 对美国来说 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 一九六九年那时尼克松还没访华呢 尼克松跟毛泽东握手是一九七二年 当时日本学者把它叫72 Framework 就七二年的框架 这个框架一旦确立之后 当时冷战格局一下子为止改变 五十二年风云变换 现在美日声明五十二年以来 首次提到台湾 这个启示人民好好要可以解读一下 不过今天没时间了 同时我们看看环球 环球网和这个经济日报报道说 北京赤美日声明 官媒说日本将引火烧身 其实咱们再反过来 在前面说说 日本自己说 日本在美中对立当中 加风求生面临抉择 我要跟日本人说 You don't have to 你没有必要做这样抉择的吗 应该认识到 你日本离中国 比你美国更近 没毛病吗 因为这不但是地理上的 文化上的 而且最主要还是经济整合上的 大家知道去年这个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说这个de-globalization就是全球化 正在去全球化 而一个regionalization正在起来 这个叫地区化也好 我们叫半球化也好 地区经济整合正在慢慢起来 而在这个地区经济整合当中 我们发现中日韩三个国家的经济体 它已经自成系统了 自成生态系统了 如果没有预外势力干预 如果没有地缘战略冲突的话 其实中国和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整合是非常有前景的 但是 数以今而分不止 对不对 所以现在好了 美国要拉日本抗中国 日本你想清楚 你到底是跟全国不去 那你脑子肯定有问题 还是愿意跟着美国走 脑子也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告诉日本朋友 你离中国比离美国更近 You are much closer to China than to the United States 好 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香港明报报道说推特 这个网上传闻 我们现在不知可否只是供大家参考 这个说日舰 日本的舰艇与辽宁舰并行 如果这个是属实的话 那就是更大的 那你日本要干什么 刚刚跟你说完 You don't have to 没必要做选择了吗 因为前一阵美国一个驱逐舰 刚刚跟辽宁舰并行 美国军方还发了一个照片 说他的舰长敲着狼腿 在看辽宁舰 然后现在日本人又开始这样 不过这是推文 推文 现在希望这是一个假消息 但是仅供你参考而已 好了 同时我们再看看 中国交部长乐宜成 昨天对美国记者说了 香港新闻报道说 他说台湾问题上 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 其实美国人这次拉 老拜把小坚拉到白宫去 其实也没打到什么目的 其实他最好是希望 日本能够承诺协防台湾 日本不敢 协防台湾他怎么敢 他们是开玩笑吧 到了打起来 日本是炮灰 英文当中有一句话 叫Prosseed Conflict 就是代理人冲突 美国人肯定让日本人当伪军 开玩笑 日本人肯定不敢这样做 所以这一次呢 菅义伟回来以后呢 老拜对他不高兴 中国对他也不高兴 我看了菅义伟 那时候我就可怜 可怜 真的是可怜 那么大年纪 批点批点还跑 美国去干嘛 我就不去了 好 同时我们来看看 德国资深的中文网说 德语媒体说 拜登努力打造反北京的朋友圈 我们看看 德国的商报 Handersblatt 他用了一句德语 他的anti-China anti-China-Allianz 我的Führung der USA Nimt Gestalt 他明显的说 这是一个反中国的联盟 在美国领导之下 正在渐渐的成行 注意啊 这是德国媒体的报道 德国 欧洲 那是美国的重要的一个朋友 所以这不是中国说的吧 好了 同时我们看看 美国做法大事的人选 选了选去 本来不是要选那个什么 一个市长 38的市长嘛 后来没选上 这个现在选了伯恩斯 据说伯恩斯 伯恩斯也是美国的老派外教官 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 那么现在是 好像哪个大学的 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教授 现在重新出山 这个伯恩斯主张 连日本和欧洲来自终 这个基本上是基辛格的思维 拉一派打一派 好了 同时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 看看两岸关系方面 台湾联合新闻网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说 拜登在庭台湾 美国驻台协会通知美国近期将公告 授我 授台湾 这个M10A6的自走炮 所以美台军售 美台军售在新的历史环境下 不断的 台湾问题现在非常明显 已经成为跨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 甚至也跨越欧美的一种共识 他们内部可以有冲突 但在台湾问题上 越来越多的把台湾问题 看成是一个筹码 来制约中国大陆 而且台湾问题的本质 已经发生变化了 如果说过去台湾问题 在中美关系当中 是一个历史一流问题 现在是为未来而进行博弈 过去是为过去进行博弈 现在是为未来 过去是for the past 现在是for the future 这才是本质发生的变化 同时我们再看看福布斯 和这个台湾媒体报道说 F16飞2896公里先是南海 空中狂加油爆美国驻台隐忧 同时呢 这个俄美关系 一会儿第三部分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 最近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发生了很剧烈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觉得美俄关系 长期会持续一种 长期的可持续的 但是中低烈度的冲突 这有本质区别的 这跟中美冲突有本质区别 一会儿有时间可以再讲 世界日报报道说 这个俄罗斯驱逐美国十个外交官 制裁八个人 那么首先呢 这个是美国首先对俄罗斯不仁 然后俄罗斯才开始不义 美国这个纳瓦尔尼事件 纳瓦尔尼事件不断地对俄罗斯进行发难 那么现在纳瓦尔尼据说 这个狱中绝食已经三个星期了 生命随时处于垂危当中 然后呢 美国就对俄罗斯开始驱逐 他的外交官情报官 然后呢捷克也跟着 捷克基本上东欧国家 基本上都跟美国跟得很紧 你说所以什么匈牙利啦 捷克啦 什么还有其他国家啦 这些原来的东欧国家 现在他们叫中欧国家 中欧国家 但是老欧洲国家 德国法国 甚至包括英国 比利时荷兰脑子还比较清楚 所以大家有没有喝过红酒啊 红酒 那个德国人和法国人一说 We are old world 我们是老世界 New world 瞧不上来 什么美国啦 南非啦 澳大利亚啦 你如果品红酒你就知道了 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 江要老的啦 司机一定要老 但车就不要开了 车就不用开了 这个老司机 Old world 能够老世界的 德国和法国相对还能够把握的比较稳 那些新世界真不行 真不行 跟着美国这个看很紧 好了同时我们再看看啊 这两个早报和这俄罗斯的媒体 俄文我也看不懂 假装看懂俄文啊 这个反击布拉克行动 俄罗斯驱逐20个捷克的外交官 但再去想想 冷战时期 捷克斯洛伐克和当时的苏联 那是同志将兄弟啊 所以呢 有时候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香港明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报导说啊 说英国的舰队下月开始慈望黑海 开始支持乌克兰 这乌克兰这个时候也是让俄罗斯这个适可忍受不可能 这个冷战结束到现在三十年 西方通过北约东扩 欧盟东扩一直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国家了 格罗吉亚已经被人搞掉了 然后乌克兰也已经被西方搞过去了 2014年这个普京大帝情报官的果敢和谋略 十天之内把克里米亚独立出来 总算报了一件之仇 但这个事没有根本扭转大局 现在这个乌东地区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支持部队武装部队 又跟乌克兰的军队产生冲突 这也是最近导致西方对他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 同时我们再看一和协议啊 一和协议先来一方会谈 据说开始有进展了 然后呢 这个德黑兰 德黑兰时报啊 也报道说这个 百分之六十的enrichment啊 这个这个浓缩油啊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浓度啊 还是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递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断交五年寻修补关系 沙特伊朗举办首轮会谈 所以最近在中东局势方面也在 不说柳暗花明嘛 至少水底至下 上面没有沸腾 但底下有暗流汹涌 伊朗核电站所在的处 发生五点九级地震 哇 核电站发生五点九地震 像我这种阴谋认识 我就想了 人为的还是自然的 如果自然的是上帝的 如果人为的 那后面有阴谋 好 看看 过去书报 过去书报 我们去看看啊 这个现在前几天 还有哪个哪个西方媒体报道说 说现在新冠疫情一年多 全世界已经三百万人死亡 三百万人死亡 好像啊 挺多的人的啊 这个然后德国全国 悼念八万 这个蓝疫的死者 危及他们的情人 Rainish Post 蓝银河 邮报 也做了相同的报道 就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同时呢 这个新道日报 报道说 超过一半的国民 完成疫苗接种 以色列呢 准备解除户外口罩令 有些小国家 它那个科技比较发达 接种率比较高啊 确实可能会开国门会开了 开了久一点 开了早一点 不过最近咱们中国内地 其实我刚从内地回来 我发现内地的 广东的有些 有些医院里面是这样的 路过医院门口 门口护士说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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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买白菜呢 他说打了吗 打了吗 我说打啥 疫苗打了吗 所以现在疫苗已经大量供应了 能打就赶紧去打 为了早日打开国门 同时我们来看看世界日报报道说 彭婆夸中国疫苗 后面来了 后面是重点 BBC机车接种国药 BBC不是前一阵跟中国闹吗 那你去打美国的疫苗 你打德国的疫苗 你要打中国的疫苗干什么 还是好嘛 谁会跟疫苗过不去啊 除非脑子有问题 就像谁会跟钱过不去一样 好 我们看看香港01 还有一个报道说 日本核废水 最近菅义委不是把那个核废水排入大海吗 美国根本是不知一词 欧洲和美国完全是双重标准 然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说 We thank Japan for its efforts 他说我们还感谢美国 感谢日本做他的努力啊等等 好 同时我们看看啊 这个时间不多了 我只能快点跟大家过 世界日报报道说 原子能这个协会的报告说 日本的核废水啊 有可能会扩散到台海 克里离开上海以后 然后去了首尔 韩国反对日本的这个牌核废水 同时呢 日本的媒体还有一个独家 说日本的旧殖民地麻风病原患者家庭呢 集体的进行索赔 缅甸局势 最近也能非常关注啊 缅甸反对派令独政府 推翻昂山手机 准备继续执政 缅对军队的总司令 将出席东北领袖的峰会 同时呢 哎 火车出轨 埃及 近期第七起事故 居然交通部长还拒绝下台 同时在伊拉克美军基地方面啊 这个五枚火箭 袭击伊拉克空军基地 至少有五个人死亡 受伤 然后拜登呢 最近说 他说五月一号开始 要从阿富汗撤区呢 九月一号全部撤完 Financial Times 英国的金融时报说 That's very risky 这充满风险的啊 因为内部没有搞定嘛 这个拜登基本上 想来他以前老板奥巴马的思维 奥巴马就在2010年 又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嘛 当时令我们大地眼镜 上了一年居然就可以获诺贝尔和平奖 拜登签署一个面临 加快难民入美的速度啊 这个是跟特朗普相当大的不同 白俄罗斯 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俄罗斯加门可就三个国家了 一个是白俄罗斯 一个乌克兰 一个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就老早被西方搞过去了 2008年8月8号 我们举行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天 俄格战争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展示 让我们记忆游行 乌克兰 对不对不用说了 克里米亚等等 白俄罗斯挫败了一起 针对总统卢卡申科 及其而知的赐产案 据来自白俄罗斯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 在白俄罗斯啊 叫卢卡申科就是老爹的 老爹 因为他已经统治30年了 同时我们再看看叙利亚 这个5月26号要举行总统大选 阿塞德有可能会继续掌权 巴西最高法院推翻 对前总统卢卡的一个 贪腐的一个判决 巴基斯坦反对法国的浪潮开始升温 法国开始呼吁国民 开始要撤离 同时的国际元智能机构说 这个石油告别 供应过剩状态 石油开始紧张了 这个跟最近的伊朗局势 有很有的关系 中东局势千一发二动全身 昨天非常关注 昨天这个全球的数字货币大跌 暴跌 比特币下跌多达15% 今天香港媒体报道说 他说几年赚来的钱 很多人几年赚来的钱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全都输光了 这就是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个风险在这里 同时Eran Daily 伊朗 美日伊朗报和Eran Times 这个伊朗时报报道说 伊朗展示武器庆祝建军节 有一种防空导弹系统 也开始正式亮相 不是我就比较好奇了 这伊朗这很多一件知识还没报呢 去年1月3号 这个苏南玛尼将军 在伊拉克国际机场 就白死了吗 去年10月底 还是11月底 他的核科学家 在德海兰的郊外 被人武装分子打死 白死了吗 最后一张 告诉你 罗罗斯调重兵 压乌克兰的边境 两国开始互相驱逐外交官 好 欢迎再次回来 让我们先看看大众号地区的消息 中号地区 我跟你讲 咱们大众号地区每年都有 每一个季节都有好消息 你比如说过完元旦就是春节 过完春节就是两会 两会之前还有地方两会 然后是全国两会 全国两会过完没多少日之间 四月上旬 四月中旬就是博尔亚洲论坛 这都已经十几年 二十年就这么一个规律过来的 对不对 完了以后再稍微干一段时间 咱们就会放假了 这都是度假去了 好 我们先看看 这个博尔亚洲论坛 博尔亚洲论坛 今年稍有特别 因为今年是这个疫情 所以线上线下举行 按照香港经济日报和联合早报的报道说 首先呢 一带一路 意下先认静和活力 然后今年亚洲论坛 博尔亚洲论坛首次是实体国际会议 线上线下有四千个人参与 香港民报道说 博尔报告料 亚洲经济增长是到6.5% 所以这个是跟中国 这个控制疫情是相当程度是分不开的 大家去想想 去年第一季度 我们的国民政治是负6.8 今年第一季度 上礼拜五公布的什么 是正18.3 开玩笑 而且去年咱们把疫情控制之后 就带动了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疫情控制 想要当欧报报道说 中国引领 中国引领的地方多了 刚才我说是引领疫情控制 引领经济复苏 现在还有引领亚太素质支付 2030-2023年要达到4万亿 周小川前央行长说了 香港新报报道说 数字人民币初衷并不是跨境支付 数字人民币现在就 美国已经严重落后了 这个民众落后了 这个欧盟还行 但欧盟也比不上中国 中国大概现在真的是一枝独秀了 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讲 新城广播电台说 人民银行副行长说 研究对比特币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规则 中国正式完成RCEP的一个核准的程序 人民日报海外报报道 同时呢 香港 我这两天一回到香港就发现 香港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本来是各位数 现在光的一下又变成双位数了 外来输入 外防输入 这香港真的好要检讨 检讨一下 首次开始实施地区航班垄断 明天开始禁 应该是印度吧 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飞机飞香港 老禁也不行 你关键在门口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这个码要用起来 要实施监控 这才是你看咱们中国内地14亿人口都控制住 为什么香港700万人都控不住呢 这个有严重的问题 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日报报道说 中国的003航母曝光 尺寸接近 这个美国的这个伏特舰 同时的劳动力转移 中国书报了 这个联合早报报道说 劳动力转移 中国制造业农民工年均减2.84%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事 刚才说的是劳动力 这个农民工劳动力 这人口红利下降 其实人口红利2012年中国已经开始下降 当然很多人没感觉上 到了2015年 马上的再下降 这个数据我就不跟他说了 这个省略一万字 但与此同时呢 这个你靠劳动力 增长经济总是不行的 这叫label intensive 这叫劳动密集性 你关键还要用knowledge intensive 对不对 要用知识密集性 知识密集就是科技 现在我们看看华为 华为连个早报 说华为第一辆车充电10分钟就续航197公里 同时啊 我们看看中国网售处方药有可能会全面开闸 这个健康时报网还报道说 全面开闸意味着什么呢 2.23万家医药电商会迎来新的挑战 好了休息一下 你肯定会对俄罗斯和西方的矛盾 俄罗斯和美国的冲突感兴趣吧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长期的可持续的但是中低烈度的一个冲突 意味着什么 你先歇一下我走过去 慢慢跟你聊啊 最近美国俄罗斯的冲突又来了 就像当年美苏冲突 我们小时候就看了美苏冲突长大了 这个国际知识就看了参考消息 看了美苏冲突长大了 现在美苏冲突又来了 我们先看看啊 这个拜登说不寻求开启美苏冲突升级的一个循环 香港文贵报报道说 然后呢美国的报道说 这个啊 这个is not looking to start a cycle of conflict 就是它是循环吧 当年的美苏现在的美额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么今天我有个观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啊 将维持长期中低烈度的一个紧张 首先我们要说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由来已久 经常从法法论上我们看任何的事物 都有一个表层结构生存结构 生存结构呢就是这个国家的本质 表层结构呢就是他领导人的心情啊 他偶尔做出的决策啊 包括今天天下不下雨啊 你出门有没有摔倒啊 家里头没跟老婆吵架啊 这都是表层结构 难因素 但生存结构才是问题的本质 所以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 永远不可能融入以西方为主的一个体制道中去 那么西方对俄罗斯呢是又打又拉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俄罗斯的冲突 美俄的冲突与中美冲突还是有本质区别 它的相同点就是都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但美俄冲突是中低烈度的 中美冲突才是中高烈度的 如果你觉得还没听够 先歇一下 明天给大家接聊 好 有篇天读 明天我们继续